好那刚刚大家都有做了这个拘束的操作等等的 然后呢我再回过头来去讲一下 刚刚说的Adams的modeler的部分 因为我们有补充了一些CAD的汇入的一些处理的方式 因为这个会跟大家实际上做真正自己的题目 其实会有很直接的关联性 那近几Adams呢它推出了一个东西叫做Adams的modeler 那这个Adams的modeler它是基于我们Adams 我们那个MSC的一个APEX的这个direct modeling 直接建模的这个技术 然后去单独拉出来替Adams做开发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大概会有几个改善 主要都是站在我们那个使用者用户的一个user family的考量 像是它现在的这个滚轮都有支援 然后直接按着中键的旋转啦 平移啦 这些都是比较符合我们CAD的使用习惯 那左边这个地方就是它的model tree 我都可以任意的把零件隐藏 打开 隐藏打开 然后任何零件的颜色我都可以做任意的切换 然后这个颜色的透明度线架构 我都可以直接立刻在这边做改变 那这个都是比较比较怎么讲 比较直观 比较符合大家的一个CAD的一个操作习惯 那另外就是在图面整理的部分 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实际上以我自己来讲 常常我做的专案的拿到的CAD 大概都是两千多个零件 然后呢 少一点的一千多个零件 那这个并不会说一两千个零件 全部都要在Adams里面 把它全部带入来做计算 你一定会根据他想要分析的重点 然后哪些是重要零件 哪些是可忽略的零件 然后你看做分类 所以在图面的整理上 常常会必须要仰赖外部的CAD软体 然后搭配我们刚刚Adams的图面的整理 去把它归纳出来 可是我们现在透过这个Adams的Modeler 在整理这些图面会变得非常的容易 比如说我现在可以任意订一个Assembly 这边有个新的Assembly 之后呢 我可以任意的把某个零件拖拉到 另外一个Assembly里面 这样子我是不是可以把相同的东西 做个快速的分类 这个在CAD里面其实也相对比较不好做 因为你在CAD里面你有产品设计上面的一些要求 你的Assembly SubAssembly 你的一些副子关系 你还是要依据你设计的逻辑 可是你进Adams的Modeler之后 你就可以任意的去做图面的整理 那可能你光这个图面的整理 你大概就可以省掉百分之二十三十的时间 这是第一个部分 像他这个上一步上一步这个 也都可以很快速的做支援 那另外再来就是我们刚刚是不是有做过G速的定义 刚刚有上课的学员问说 如果我要去抓本身的几何特征 而不是抓Marker的方向怎么办 那一样你在Adams View里面 你也是把滑鼠去靠近 比如说你有一个线 有一个点 你就可以去抓 可是并不是每次都刚好有个特征 或者是有个点或线你抓得到 并没有办法完全抓得到 可是在Adams Model里面 它是基于这个CAD的这种观念过来的 所以任何的几何你只要出现在图面上 甚至是空的点 你就可以容易的去创建它 假设我现在只修这两个零件 然后我也可以在这边定义G速 一个旋转的接头 那我这边设定完之后呢 像我现在希望在它的正中心 可是我目前正中心没有任何的Marker 怎么办 它其实是可以抓几何特征 比如说我一靠近 它就抓到这个圆弧 或者是我抓线段 它就会抓到它的正中心的几何特征 所以我可以选2BODY ONE LOCATION 我选它对于它 它就定义好了 它会以第一个你选择的那一个 Geometry的Feature 当作它的中心点 所以它的这个几何特征的截取 也是大幅的改善 会非常的比较方便 所以光图面的整理 G速的定义 我自己认为大概就可以省掉 也许30%到40%的时间了 以我处理的都是基台这种类型为主的 它零件数量其实是蛮多的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因为它是基于APEX这样的观念过来的 所以它的Mesh功能也会大幅的增强 Mesh in 以往在Adams里面 Adams View里面 我要做柔性体 我们讲的是那个MNF Model Neutral File的那个格式 MNF File的Format 如果你是这个格式的话 透过外部的那个CAE的软体 当然可以做 那如果是透过Adams View本身内建的功能 就是Adams View Flex 那在Flex的课程 我们其实也有跟大家讲过 如果之后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上我们的Flex的课程 它虽然可以帮助我们做出它的柔性体的档案 可是我也在跟大家强调说 你如果遇到复杂的几何特征的时候 有的时候它就是没有办法Auto Mesh 因为它是基于Auto Mesh的 可是我们现在回到Adams的Modeler来讲 它基本上它的前处理是基于APEX过来的 因此它在这边做Mesh的能力会强很多 我这个切的有点粗 切的细一点 它就完成了 对不对 那当你的几何特征很复杂的时候 造成它没有办法做Mesh 它也有这种Defeature Geometry Cleanup 这种处理那个比较细微几何特征的功能 所以这样子其实它就是一个Mesh图 可以确保我们把我们的几何的问题把它解决掉 让我们的这个Mesh可以产生 所以我产生之后我后续就可以在这边直接按右键 去产生它的Flexible Body 这一块就会跟Adams View Flex就很像了 可以在里面直接去产生了 可是前期是什么 前面的Mesh要做出来 好 那再来就是修改的问题 当我现在柔性体要做变登的时候 我得重置那个MNF档 再从外部汇入 或者是在Adams的View里面 重新的去汇入一个CAD 然后重新做产制 可是由于它是基于这个直接建模的概念 所以我可以任意的去更动什么 它的几何 就可以去联动 我就可以去联动 你看这边是Mesh 这边是它的集合 我可以去任意的去更动它 比如说我任意的去拖动它 它的集合改了 Mesh也改了 然后它对应的Flexible Body MNF也会跟着重新产生 甚至是这个圆角 我们都可以把它改变 我把它改小 1mm Mesh连动了 Model Neutral File也跟着连动 MNF档也跟着连动 所以方便性变得非常的 M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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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NF